直到一台提醒車只需要12.5小時 變成組裝完成 在當時普通汽車需要700小時呢 1914年時 光福特公司所產的車輛 就等於其他所有汽車製造商的總和 當福特製造出第一百輛車的時候 世界上每兩台車就有一台是福特的 汽車是人類史上最大的發明之一 我們日常生活全都因為汽車發生的改變 但一開始汽車只是好業人的工具 一般人根本買不起車 直到福特提醒車問事後 才讓人人買得起 提醒車的全盛時期 全世界每兩台車就有一台是福特的 但短短幾年不到 福特就因為一個超智障的決策 被團工汽車給打趴了 那到底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福特從小就是個理工宅 對開系農場沒什麼興趣 整天都在研究機械 15歲時就能把鄰居的手錶完整自己再鑽回去 在底特律與理工宅可以很輕易找到一份收入不錯的工作 因此16歲的福特依然居然離開家鄉前往底特律 福特當了幾年的機械學徒後 進入了15公司工作 負責研究蒸氣機 蒸氣機也是那時候的動力來源 這段期間他在英國雜誌上看到一種新的動力方式 以汽油為燃料的是形成循環電燃機 這種汽油電燃機不需要使用蒸氣 也因為少了搭鍋爐和鍋爐裡的水 變得十分輕巧效率也更高 畢竟蒸氣機需要半小時把水燒開 因此福特非常喜歡電燃機 但電燃機需要電力來發動 福特根本不懂電力啊 因此28歲的福特跑去席物公司的死敵 埃迪森照明公司工作 這年後1896年 福特完成的第一款汽車構造非常簡單 就是一個車架與四顆輪子 外加一台以存驅動的發動機 最高時速可達32公里 這輛車只有兩個池輪 所以不能後退 更知道是沒有冷卻系統 隔年福特就把這碗以200美元買掉了 191898年福特離開愛迪森公司 在眾多底特律工商大佬的鼓勵下 成立了底特律汽車公司 新頤的包括底特律市場在內的12位投資人 結果呢 第一台車花了6個月才找出來 兩年內公司只產20台車導致價格居高不下 性能也沒有突破性的發展 然後福特就被股東們趕走了 失業的福特並沒有對汽車失去熱情 又找了幾位底特律大佬 拉到了28000美元的贊助 於1903年6月 又重新創立了福特汽車公司 但這次福特改變了公司方針 銷售目標放在一般老百姓而不是土豪 福特這時的目標是讓小老百姓也買得起 但如何壓低成本絕對是一個大的問題 福特的第一款車叫做A型車 並沿著字母順序生產下去 5年內共生產了20個型號 最終1908年 福特終於搞出它的顛峰之作 大名地名的福特T型車 A型車哪裡不同呢? 就是工坊不同啦 有一天福特公司的工程師威廉 參觀一家芝加哥的屠宅場 在屠宅的過程中 他看到工人沿著生產線一隻排開 整齊花衣的負責自己手上的事情 威廉向上記憶報告了這個方式 不久公司還真的採用了這個辦法 自動一台提行車只需要12.5小時 變成組裝完成 在當時普通汽車需要700小時呢 這做法大幅降低了提行車的售價 一開始提行車售價為825美元 約等於今天的23,480美金 更誇張的是每年還持續降價 而那時美國汽車一台平均為4700美金左右 都可以買5台提行車了 也因為便宜的售價 這導致提行車非常熱銷 1914年時 光福特公司所產的車輛 就等於其他所有汽車製造商的總和 當福特製造出第一百輛車的時候 世界上每兩台車就有一台是福特的 福特還是著名的佛星老闆 他的工人日行高達6美元 是一般行情價的兩倍以上 相當於只要工作44天就能買得起自家的車 福特確實做到仍然買得起 就在福特以提行車取得巨大成就時 洪用汽車卻用了幾個手段 幹掉了福特成為美國最大汽車製造商 到了1927年 洪用汽車市佔率高達45% 福特汽車減少15% 首先洪用汽車從1923年起 採取車海策略 每年都推出新產品 接著採用今天常見的分級法 以凱迪拉克作為高階品牌 對,就是前身為福特公司的凱迪拉克 還有一個最致命的打擊 洪用汽車算先在1919年 採用泛傑付款來銷售 在汽車發明後的前10年 汽車是奢侈品 圖花們通常可以拿出現金一次支付 然而福特把汽車大重化後 雖然價格降了下來 但一些事情小朋友 無法以前拿出這麼多現金 以初代鐵型車850美元來說 普通家庭也得存上幾年 於是通通汽車開始思考了這個問題 如何讓人們買他們買不起的東西 因而發明了分級付款這招 人們只需要付35%的頭期款 便可以把汽車看回去 當然這招一直流傳到了現在 現在很多人買車也是用分級的 而保守的福特卻不需要這種做法 而是在1923年 自以為聰明的提出福特每週購車計劃 這個計劃相當智障 就是客戶需要每週向車商付款5-10美元 車商就會保留你的車 等存購的錢就會把這台車交給你 這個計劃用在買限量商品應該不錯啦 但車子又不是限量的保留幹嘛呀 福特購車計劃之所以失敗 不就是變相的存款罷了 當然要先想投後付款啊 在美國的據名言是 美國夢是在分級付款上買來的 想到任何這種智障的計劃 美國人才不鳥你 因此到了1920年代後期 福特就被通用汽車給打趴了 到了今天消費形態的改變 各種支付工具也陸續出現 購買電腦、手機、機車、球鞋 甚至是語言進修都可以使用分級付款 非常方便 如果這裡也有一點文字 West壇